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胡英真长大之后 胡英真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个温暖的家 但事事不如意 在胡英真结婚之后 丈夫被媒体拍到偷吃的次数多达13次 从小就被人扣上新二代的头衔 即使成人以后 还要忍受着婚姻的不幸 成为了最倒霉的新二代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胡英真的故事 1984年 胡英真出生于中国台湾 父亲是台湾综艺大咖胡瓜 一出生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新二代 但在高处不胜寒的环境下 胡英真过得并不如意 因为她在童年时期时 总是在经历着女爱的人分别 那一年胡瓜24岁 而胡英真的母亲秀秀只有19岁 两个人在一场秀场上相识 之后便瞬间闪婚 结婚之后胡瓜的工作显得格外繁忙 秀秀就担任着胡瓜的助理和司机 本身两个人的感情就不是很深 如此一来两个人更像是同事 而不是夫妻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胡英真出生了 不仅没有改善两个人的生活状态 反而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胡英真出生之后 秀秀在楼上买了新房 随后便自己搬了进去 从此与胡瓜从室友变成了邻居 逐渐有了距离 女儿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个小累赘 于是将胡英真送到外婆家 一待就是六年 而作为父母的胡瓜和秀秀 开始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了 胡英真在六岁之前 几乎对自己的父母没有太大的印象 六年的时间 早已与外婆家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但六年之后 胡瓜事业有成 就想着把女儿接回自己的家 于是与秀秀一同 强行将胡英真从外婆家接走 与外婆分开之后 胡英真开始哭闹 但父母觉得这是小孩子通用的招数 并不做理会 生活条件好了 但胡英真却显得越来越孤独 在新的环境中 他还没有机会结交新的朋友 身边只有陌生的父母 虽然搬回了父母的家 可是父母长期分居 对于胡英真来说依然十分模糊 再加上与父母的关系很生疏 因此也不敢多问 作为公众人物的胡瓜 在工作中是出色的 但作为父亲来讲 他是不合格的 在这种没有语言的环境下成长的胡英真 性格开始变得敏感 孤僻 小学毕业之前 胡英真短暂地与家人团聚 上初中后 再次迫使胡英真与父母分开 因为当时白冰冰的女儿的撕票案 震惊全台湾 凡是当时有能力的人都将自己的儿女送往国外避难 胡英真也是其中之一 学上了一半 15岁的胡英真 就被父母送到了瑞士留学 度过了最孤独的四年 原以为可以独当一面 可到了瑞士之后 语言不通 环境陌生 身边都是一些上流人士 原本在台湾被扣上新二代的头衔 在瑞士变得一文不值 最主要的是 这四年中 胡英真特别想家 平时看到外国人的家庭亲密无间的相处 胡英真只能羡慕 每次忍不住想家时 他就给家里打月扬电话 但每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胡英真都忍不住气不成声 生怕父亲听到 便匆忙挂上了电话 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 父亲都以为是骚扰电话 直到后来 胡英真才跟父亲提起这件事 岳阳电话 变成了他与父母沟通的一个桥梁 只可惜 由于期间父亲的工作太忙 这四年中 父亲没有飞过去看望过他一次 毕业之后 胡英真回到台湾 对于一切都充满了期待 但他等到的却是父母离婚的消息 若不是母亲的婚姻观 给胡英真造成了误区 想必胡英真在之后的婚姻中 也不会那么糟糕 婚姻对胡瓜来说 仿佛就是一场游戏 设为给予他的角色 无非就是游戏中的角色扮演 2001年 胡瓜与秀秀宣布结束19年的婚姻 而被媒体爆出离婚的原因是 因为胡瓜有了别的女人 丁柔安 毕竟之前胡瓜也与一个叫李璇的女人有过绯闻 因此出轨的舆论 很自然地倒向了胡瓜这边 但胡瓜却出面成亲 自己与秀秀的婚姻早就有了裂痕 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 而对于圈内人来说 早在三年前就看到胡瓜与丁柔安一起出双入队 就连与朋友打牌的时候 丁柔安也常常陪在胡瓜的身边 让人早已见怪不怪了 这对于胡英真来说 无非是个双重打击 更让她错愕的是母亲的态度 母亲此时不仅没有出面维护 还公开说 其实我早在三年前就知道胡瓜与丁小姐在一起了 但有时做妻子就要当个瞎子 也许丁小姐有些着急了 想扶正就来找我谈 于是我说 我退出好了 这样也可以对丁小姐一家有个交代 母亲的这一番话让胡英真对婚姻中妻子的角色有了错误的印象 胡瓜非常喜欢金钱博弈 自从胡英真留学回来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看到父亲在牌桌上玩牌 虽然胡瓜被圈内各个名流联名控告 最后因证据不足宣判无罪 从此以后胡瓜的私生活成为了台湾记者的焦点 2007年在胡瓜与丁柔安的住所中 被搜出来违禁物品 原本还想狡辩 但证据确凿让这两人无法反驳 胡瓜狡辩称由于好奇 自己只碰过一次 而女友丁柔安从没沾染过 但事实证明两个人的尿茧均为阳性 并且连毛发都呈阳性 说明两人是个长期隐君子 有这么不靠谱的父亲 还有一个不维护自己家庭的母亲 胡英真不知道一个正常婚姻是什么样子 于是什么都不懂的胡英真在母亲的介绍下认识了丈夫李敬良 一名整形医生 既然是整形医生 那李敬良的长相肯定不赖 要不然怎么能直接迷倒了胡英真呢 可李敬良天性犯桃花 只要他想追 就没有追不到的女生 胡英真与李敬良初次相识时 就已经知道李敬良是个情场浪子 在学生时期 为了帮助那些被甩的男生 报复甩掉他们的女生 李敬良亲自出马 将这些女生追到手后 又将他们狠狠地甩掉 即使这样 李敬良的异性缘也非常好 不少女生喜欢他这种花花公子 并且李敬良与很多女生保持着暧昧 胡英真与李敬良交往了四年后 李敬良依然没有想过结婚 直到胡英真拿出验孕报告告诉他 当爸爸的时候 彻底打乱了李敬良的步伐 得知胡英真怀孕后 李敬良显得没有一丝喜悦 就连在上综艺节目时 小S问道 是不是故意怀上小孩 还是真的不小心 李敬良阴阳怪气地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态度明显非常不乐意 但渴望一个家庭的胡英真 依然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坚持结婚的想法 最终胡英真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2007年两个人在美国注册结婚 2009年 二人补办了婚礼 胡瓜与秀秀到场出席 看着女儿成为人妻 胡瓜泛起了泪花 有些激动 也有些不舍 婚礼中两位新人笑得很甜 尤其是胡英真 全程从头笑到尾 以为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 但结果并非如此 当时外界也有传闻称 胡英真是借着孩子 才迫使男友结婚 殊不知胡英真满心欢喜走近的婚姻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火炉 在与胡英真交往期间 李敬良被媒体多次爆出花边新闻 婚后依然没有停过 据媒体不完整统计 李敬良与胡英真在一起六年的时间里 投资的次数高达13次 除去素人外 也有娱乐圈的明星 但这并没有导致二人分手和离婚 胡英真为李敬良的桃色新闻善后 除了站出来力挺李敬良之外 还公开称 我相信他 这些都是记者凭空捏造的 最终一代璀璨的新二代 就这样沦为了整个台湾的笑话 从贵妇变成了怨妇 但胡英真的包容 并没有换来李敬良的浪子回头 而是让李敬良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每一次爆出新闻之后 李敬良还振振有词 婚后没多久 李敬良结识了嫩磨甜心 这一次李敬良貌似是真的动了心 这一次胡英真决定与李敬良分居 但不离婚 据说期间两个人打过离婚的官司 却因为条件没谈妥告吹 但之后两个人又短暂地复合了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 又被媒体爆出李敬良与甜心一同密友 胡英真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终于狠下心来与李敬良对峙 但李敬良却提出了离婚 2016年胡英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胖子 体重高达90公斤 之后胡英真又查出自己身患多囊卵巢综合症 医生指出病因是压力过大所导致 但对于胡英真来说整个天都黑了 甚至到后来想到了死 有一天胡英真刚刚下定决心 从窗户上往下跳时 突然在屋外传来了女儿的叫声 一声一声的妈妈 唤醒了绝望的胡英真 胡英真的女儿Emma很坚强 她明白父母之间的所有事 并且主动选择参与到父母的事情中来 并且让胡英真勇敢地面对 不要退缩 有了女儿的鼓励 胡英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从90公斤的胖子 减到了50公斤 正是自己糟糕的婚姻 改正一路所犯下的错误 她提出了离婚 不想再与李敬良有任何瓜葛 如今胡英真在家庭和事业上 可以独当一面 她不再是那个扣着胡瓜的女儿 新二代的名号 而是重拾了自信 做回了自己 当上一段爱情已成往事 新的爱情就会随之而来 毕竟自信的女人 没有人不喜欢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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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